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就给了钱 但是可能越想越觉得冤的话 就去报警了 就说敲诈勒索 那么现在似乎裁定的是老太太讹人了 可是最新的消息 你相信不相信发毒誓呢 我觉得我呀 我要是用我父母生命的发誓 那我绝对说的是真的 我这个人还是相信这种 但是老太太 老太太的父母不知道是不是还健在 老太太现在跟社会发毒誓 说我要是骗人 我死全家 老太太发这种毒誓 全家是连下面 对 连下面呢 老太太家儿子 老太太儿子也觉得冤 就说我相信我妈妈 但是确实没人作证 可是问题是另一方面 老太太自己说 就是小孩把他撞倒的 粉罪性骨折 咱们看看这个照片 这个老婆婆说 我要是骗人 我死全家 你看他家人就在后头 你讲讲 你在这看看 这就是三个小朋友 和他们的家长 可是这个我刚才想讲啊 就他的儿媳妃 他的儿媳妃 他出来说了 他说他这个摔倒啊 是在家里的洗澡的时候摔倒了 又出一情况 对啊 他儿媳妃这么讲的 正当他说 我全家都死光的时候 我可不想 不想被连累 不想死光 别说把我摔进去 出来讲了嘛 跟记者说 他自己摔的 所以现在地方当局的 那个裁决呢 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可靠的 因为而且还有一些 无关的目击证人 主要是那些目击证人 是没有什么利益可言的 在这件事上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 中国人发这种毒誓 你觉得能信吗 其实其实比如说 吃生菜 就包括我在买东西 有时候被骗或什么 那些骗你的人 他也发这类毒誓啊 我谁摟到罗某的 那就怎么样 我们是个发誓的年代 长大的 你这个 你很难有我的体会 我能把一个话说的 像毛旗保证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像毛旗保证 像毛旗保证 我们就像 你看我现在像毛旗保证 那个时候我们说这个 跟放屁似的 你知道吗 像毛旗保证 像毛旗保证 我们还小学里边 少先队啊 就叫发誓 为共产主义事业 奋斗终生啊 这个不是发誓 那个是 这个当然是发誓 这怎么不是发誓呢 这还不叫发誓吗 这当然是发誓 当然这个发誓 我们是真心的 那是真心 不是 那是集体的那种发誓了 那就 我说的 是小朋友之间 诅咒发誓 对对对 你要说错了 你这个担子打坏了 打到一个洞里了 说你把我玻璃球偷了 是吧 我没偷 像毛旗保证 但是呢 要真说死全家 这种事 我不知道你们啊 我还是挺当真的 就是 上次那个老虎的那个呢 那个农民说 拍到老虎的那个 不是 黄南虎那个 黄南虎 周正义 他不是演发毒誓吗 我记得 然后另外一个人 挑战他 好像两个人都发誓吗 你记得吧 对对对对 对不对 我当时看来就说 两个人必死一个了 对对对 但周正义 现在还在寻找 现在还在寻找 出狱了 他还在秦岭大山里 天天他老不说 他坚信他见到过华南虎 他现在每天都去找 可是我觉得像你说 发这种毒誓 一个人要是 就这样子发一个毒誓 我反而觉得 我不会相信他了 你怎么能够 拿你全家的生命 死光这件事情 来做事呢 你知道发誓这个东西 其实以前的人 也会看人的时候 看他发誓的品格 就你发这种事的人 本身就已经让你觉得 这个人是有点问题 或者不太恰当 但我不愿意太过指责 这个老太太 我反而想讲的是什么呢 这件事呢 很多人又拿来当一个例子 因为同样的情况 这不是第一回了 过去几年 我们其实每隔一个月 或者其实每个月 都有好几宗事案件 只不过这回搞大了而已 要不然平常的话 你到时候都听到 比如说街上扶一个人 结果那个人诬告你回来 所以现在不是 很多家长教小孩子 说你在街上看到人摔倒了 不要随便乱扶 所以早上南京或几宗 对 其实相当中深圳也有 彭宇案 对彭宇案 比如说现在得先这样子 有家长教孩子 是这么教的 你在路上看到 有老人摔倒了 你可以扶他 但是要先找到证人 就是文韬 你看我扶了 是他摔的 对 先这样最好还手机拍下 这个过程 大家都说是人变坏了 所以比如说像这个 人家说不是老人变坏 而是说本来就坏 坏人变老了 坏人变老了 这么一个题目 可是可是我都不相信 我觉得像这个老太太 姓蒋 是吧 蒋老太太 我不知道她家的情况 但是我有个印象 我过去几次看到 这种新闻的时候 我发现大家一窝蜂 在骂这些人 怎么坏 怎么坏 那我仔细看那些人 是什么人的时候 我注意一个现象 好多这种老人 像这个可能还有孩子 还有媳妇还好 有好几个过去这种案子里面的老人家 他其实是一个人住 或者有时候呢 他居然跟孩子住 你看他家的近况 不一定很好 我就常常幻想 就是说 这到底是所谓道德败坏的问题呢 还是一个资源问题 就当然道德 这肯定是道德败坏 但我常常讲说 今天我们中国太容易做道德谴责 做完道德谴责就做道德教化 你怎么道德教化都没有用 为什么呢 因为有时候一个道德好不好的社会 是看他的整个公共环境好不好 所以公共环境包括什么 包括资源 包括制度 假如我们这个国家 老人家全部都老有所养 老人的退休的 或者养老生活够好 不会太糟的话 也许你比较少了动机 在街上去这么样子来敲诈人 这就是有那句话 穷山恶水出刁民 这个话呢不对 因为他说的太夸张了 但是呢他说明了一个 环境和资源的因素 有的时候为什么就是 你看那个司机就会跟我讲 高速公路上开着开着 就一群抬着棺材的人 就横在高速公路上 停车交钱是吧 不交钱那就是你撞的 就你撞死的 还有那个这都是真事啊 山沟里的农民 往那个高速公路上 撒那个大的那个铁钉子 就是你爆胎啊 一来就抢啊 不过我又有点反例了 你们刚才讲这个 当然我们很早孟子就讲了 这个意识族 知理 对不对 太穷了人逼到这样 可是我又突然想起 在革命年代 我讲六十年代 比方文革的时候 那时候的生活普遍状况 比现在差多了 可是这一类的事情 反而没那么多 其实很简单 因为第一文革的那个状态 是个非常时期 高压下 人这些事情都不敢做 人类历史上 其实我们现在的状况 是个常态 对 革命时代 有十几年时间 大家头脑发热 都在小学来风 那是一个很罕见的时代 谁敢到公路上去撒些钉 而且那会完蛋的 不是 我觉得那个时候 有一种什么呢 全民军事化 对 全民结兵 你就有点类似于一个 准军事集团的组织 这种组织下 只有你一弄就是敌我矛盾 但也不仅仅跟经济 我是稍微有点保留 美国也是这样 美国backlady 你在超级市场门口 这些老太 穿拖鞋的 他要跌了 千万别去扶 阿诚那个时候 就跟我说了 他说你去扶他了 他是什么 他说你没有得到他授权 碰到他身体 打官司你就苦了 你以后一直要保他 他还可以形容过 这个backlady 就在超级市场门口出来 参参微微 参参微微 走到一个车 慢慢慢慢的钻进去 等了半天 突然 哇 绝成而去 开车是很快 那个老头 但是美国 他们都知道 所以这个是一个 他相对来说 又富足了 不是的 他们 我了解那些 那些 你讲美国那个情况 因为美国的那些人 恰恰也是 是整个社会里面 比较弱势的人 而且第二 这也真的是跟制度有关 你想想看 为什么那些美国那些老太太 他如果又穷一点的话 他敢这么干呢 那是因为整个美国的法律制度 被扭曲了 就有一堆律师 专门帮人家 专就干这种官司 赚钱 然后比如说那些律师 专门告你什么医疗事故 你有没有听过美国可能这种案件 小偷到你家偷东西 在你家门口滑倒了 受伤了 然后反过来是告你们要赔偿 这都是有那些律师 这就是制度的问题 就嗑瓜子嗑嗑嗑嗑嗑臭重来 什么人都有 可是你看美国也有这种人 可是美国人都特别爱帮人 美国人都是活雷锋 这倒没影响说 他们不敢帮你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所以我常常讲像这种事情 我们今天批评很多道德问题 记不记得我们有一阵子也谈过 说如果现在很多女孩 想要坐在宝马车上笑 这并不是女孩很堕落 而是因为我们社会资源上面 出现了一些问题 所以同样就有点像那年 我们讲是上海世博 不是我也说过 就是说世博会的时候门口 第一天不是排队排队乱七八糟 丢的满地垃圾 我说这并不是所谓 人的道德不好 素质不好 而是程序制度管理的问题 因为他们丢垃圾 是绕着垃圾桶扔的 他们为什么绕着垃圾桶 扔垃圾呢 那的确扔在地上 为什么不扔垃圾桶里头呢 因为垃圾桶满了 是因为你垃圾桶不够多 清理的不够快 那些人其实是有意识 要扔在垃圾桶里 但你一过去满了 他绕着旁边扔嘛 所以我觉得中国很多问题 没有那么抽象 它不是一个什么 很抽象的精神道德 跑马拉松的 说你半截去撒尿了 那你一定的距离内 你没有一个 他能上的厕所 你让他往哪 叫活人能让尿憋死吗 对不对 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要是每个人 都把这个事情 推到社会的话 那这个社会也是无解 因为这个问题是 因为你看这个是两面嘛 对不对 就我们每个人我们丢垃圾的时候 跟你自己的一个道德问题 社会是一个 不过我对这个事情的体会到 是我倒蛮理解 那个老太 我倒蛮理解 我觉得这个说法 不叫批评于自我批评吗 那个老太是欺骗于自我欺骗 你知道 一个自我欺骗的东西 如果他真相信了 那个欺骗的骗人的意思是 我知道这是白的 然后我说他是红的 这叫骗人 要是我自己相信他是红的 我真相信他是红的 然后我跟你说 这红的 这红的 我发誓这是红的 这是自我欺骗 人自我欺骗 是一种保护心理 就是人其实都会有 我亲戚当中 我记得我印象很深 我亲戚当中有个人 他有一笔钱 然后他跟他的老公 就说他的钱 全花在家里 补贴在家用 然后他跟他父母 就是娘家那边 他说我这个钱 全是给娘家花掉了 其实他都说了一半真 他可能这边也花 那边也花 但是因为他两面 都说得很极端 所以大家都不相信他 可是他自己 你从客观旁边看到他 他说的都是真话 他觉得我真是全心全意 我的钱全花在你们身上 我跟你说花在你身上 我跟你说花在你身上 所以我觉得最好的 一个方法我的感受 就是说需要推行测谎器 需要用一些科学的测谎器 否则他自我麻醉 你知道他说多了以后 我相信那个老太 到后来就真相信了 就像周正义真相信 自己看的花蓝虎了 周正义现在就是这样 而且呢就是说 你说的这个也提醒我 我们要顾虑 就是现在说的一些 老人的行为问题 我觉得我们得估计到 这个人在衰老的时候 的大脑状况 其实作为我们年轻人 比如很多时候 不能理解父母 我就觉得 你是小孩的时候 你随便犯脾气 你犯自扭 父母都宽容你 对吗 但是你看很多情况下 我们反倒不能宽容父母 因为你知道 人过了70岁 就小孩 大脑在萎缩 有些他像小孩 你看小孩 童言无忌 小孩也会撒谎 有时候他也分不清 他说的是真话 还是假话 而且老年人有时候会 莫名其妙的偏执 莫名其妙的吃醋 莫名其妙的就糊涂 或者是什么都不记得 一方面呢 特别抠 有点钱呢 丢了一块钱 他能高血压 但是另一方面呢 碰见那个江湖大夫 几千块钱都给骗走了 买药买药 一听就最容易骗的 就是这老人家 所以不是说瞧不起老人 老人 为什么领导人提前退 都是反映了他们的明智 他们的智慧 他能懂得七八十岁之后 你对你自己的大脑 不要太有信心 对吧 那你这些老人 往往觉得老人 为什么这样 其实他已经有点像小孩了 没错 所以我也 所以为什么这回 这个包括蒋老太太 我不太喜欢大家 一直骂他是坏人啊 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这种讲法 我当然不怀疑 这里面他可能真的有欺诈 但是你也要有点同情的理解 但是我觉得整个这些事情 其他人都是常态 都好理解 比方说小朋友 他们的家人 还有这个老太太 他们各执意见 只有一个行为 我觉得是过分 是不应该的 就是这个老太太的家人 把那老太太放到 人家家里去一丢 说你们赔钱 你们不赔钱 我家老太就住在你家里 这种做法很离谱 这叫什么 这叫把自己人当人质 你要推开来讲 这种方法 其实我们常常看到的 就是把自己家里人 当做人质 对不对 你看我家里的人 放在你这里 你要对我怎么样 否则的话 你忘了 你放在前面 这个人质是你的母亲 对不对 所以这个事情离谱 这个就恰恰 刚刚文桃你讲 现在我们刁民多 真的这种人 其实相当多 就跟我们之前讲 那种台关才到马路上 对 比如霸着飞机 不愿走 不愿下心 这种事 你不觉得中国是抗争 这个特别多 这个既不合司法 又不合道德 我就跟你们讲 就我那个朋友的 亲身碰到的 他开工厂的 一个工人脑溢血 脑溢血 家里人就抬着尸体 就抬到工厂门口 全厂别上班 赔一百万 愣说是工商 那你脑溢血 你中风 可是不管那么多 就在这给你闹起来了 你的工厂别开工 你报警 你报公安局 我跟你说 公安局都不出警 因为公安局现在 生怕惹出事情来 如果惹出事情来 他这个领导要负责任的 所以他这种事情 他很怕搞成这个群体性事件 所以他经常 他也不爱介入 最后 你说这是不是一种 刁民的行为 对吧 当然是有他的社会环境的 这个原因了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而且我还看过一个纪录片 我们要设身处地地想 说一个老人过现在城市的马路 他的这个知觉 跟你是不一样的 眼睛那真叫老眼昏花 就是我看过一个BBC模拟的 包括他的听觉 他的耳朵 他那个靠那种鲜毛啊什么的 已经都已经半失聪了 是 那么见到马路周围的那个声音 他当时就是我当时产生一个感觉 就是老人在大街上 他周围会产生一个像漩涡一样的感觉 就他完全 像是个漩涡 我跟你说 他本身就昏昏沉沉 就是咱那么多人 走来走去 车声啊 气低声啊 小孩跑过来 他跟咱的这个意识到周围的这个清醒状态 是不一样的 我还是想讲回 我们刚才说的这些 今天中国社会这么多的道德问题 文化问题 我当然觉得制度或者社会环境 不能够承担一切 不能够都说是制度的错 社会的错 但是我常常在想 这两个争论由来已久 到底是人的素质问题 道德问题 文化问题 还是制度问题 是德还是法 对 你讲文化问题 素质问题 或道德问题 产生这个情况 对 但是问题是怎么办 你怎么去解决它 我们改造国民性 改造了一百多年了 那么但是反过来 制度是可操作的 就是看得见的 我们怎么样改变这个制度 改变环境的资源的投放 让比如说穷山恶水 要是出刁民的话 你不要想了 怎么改刁民 你该让这个穷山恶水 不是穷山恶水了 相对容易 好的制度 就是让刁民变成好人 比较容易 你让他温饱 你让他温饱 施烟玉 对对对 穷山恶水 惹出刁民墙 所以我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 当地司法部门处理的对 他最后罚的是 他那个老太太的儿子 是 这种 你知道这种 我对这种做法 其实这种做法 国际上常常可以看到 你知道有些 有些国家 自己的这个制度很差 做的事情很坏 他害自己的人民 搞得人家全世界都害怕 说你不能这个种族侵袭 你不能这个杀人民 好 你要我不杀吧 你要答应我什么条件 给我多少资源 是 这不就把自己家人当人质吧 是 对不对 人家要是冷血一点 说你去杀吧 都是你自己家里 对不对 然后大家是抱着全世界人民 同一个价值观念 这样来说 别杀了 别杀了 你这样 他觉得很成功 他用这个手法 我用这个方法 我把我的人民 都作为难民放出来 给你们 看你们怎么办 你别放 别放 我们来跟你妥协 这方法跟他的儿子 这个做法是一致 这种所谓的流氓刁民 为什么我们今天特别的 就像你刚才讲 你开工厂 那个朋友遇到 有效 他为什么有效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整个国家的人 对司法制度的信心都不够 为什么呢 因为比如说你坐飞机 为什么误点了 你会想霸占这个飞机 不下机呢 因为你怕的是 如果我不这么做 后来再追究 他不会赔给我 那假如你是对于 他事后赔偿这个东西 有信心的话 你就下机就回去 回去我投诉你航空公司 这个老外的航空公司 都是这样 为什么中国走不通呢 因为我们不相信 不相信这个东西 是走得通的 那么当大家都不太相信 这个东西的时候 有人就能够 有人就能够趁虚而入 比如说 因为我觉得公安部门 不会来查我这事 我就拿个棺材来 给你摇一百万 你看我现在就觉得 这个中间这个车追尾了 我就在马路上看 现在的人都客气多了 接着为您播出 西安楼关文明启示录 不用骂人了 走了 不用打击